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我心 我恶心 于薇薇 确实真的没意思 你还回来干什么 不是说没意思 怎么了 火气这么大 没怎么 昨天你去哪了 我到处找不到你 别生气 我昨天确实是因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给耽误了 这不 今天专门来给你盼力道歉的吗 我没生气 看 给您带的礼物 你们这些人就是好 好像随便送个礼物道个歉 我们这些人就得接受一样 不接受还显得我们矫情了 是不是我姐惹你生气了 你姐 对了 没来及跟你说 苏仪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 苏仪你们都把我当猴耍 我和你是站在一条线上的 她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她的弟弟 我她是同父异母 只不过 所有人都说我妈妈是小三 小三 没错 我是一个私生子 但是苏仪的妈妈才是第三者 当年要不是她妈妈横刀夺爱 我爸和我妈早就结婚了 那个女人仗着有钱就为所欲为 所有的人都骂我妈不要脸 说我是小三的儿子 那个女人就算是死了 也不想让我们好过 她把公司的大部分股权 都放在了苏仪的名下 就是为了让我爸 不敢和我妈领证 让我继续做私生子 所以你才针对苏仪 那你接近我做什么 是你接近我的 这件事我也没想到 不过还有一件事我想和你说 你之前和我说过你家破产的事情 我查出来了 怎么回事 当年苏仪的妈妈和你爸爸是同学 那个时候的苏仪集团 还没有现在这么强大 苏仪的妈妈为了融资 就跟你爸做了个局 设计了连环套 原来我现在过得这么惨 都是因为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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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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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着急忙慌的 你快看看苏总被网报了 什么 这是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 花店老板做剑情师 拆散多对有情人 让我们来看看 怎么打着剑情的幌子 来招摇撞骗的 你说说 一个花店老板还这么做 那肯定是心里有问题 这没准就是个变态 跟你说 这一看就是有人给我用心 故意陷害苏老板 你说苏老板是不是得罪谁了 干嘛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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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刘姐 我的行李怎么都在门口啊 门也打不开了 哎呀 苏伊啊 我也没办法 你赶紧搬走吧 今天我都接到好几个威胁电话了 但是我们的合同还没到期呢 什么没到期啊 你看我那房子门口 你这样搞下去 我其他房子也不好租了呀 房子我退给你行吗 不让你吃亏的 那先这样可以吗 你先给我点时间 我先找个地方搬过去 哎呀 你赶紧搬走吧 我实在忍不了了 不行 不行 你今天必须搬啊 必须的 听见了没 就这样吧 我先走 林总 店里也没有 店也被砸了 去找 你去那边 我往那边啊 好嘞 你再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起来把药喝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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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啊 你身上的衣服 我交了阿姨给你换的 我什么也没看见 然后 你吃了药 你倒头就睡了 你确定你什么都没做 我可没有 是你亲了我一口 还这么凶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你这只眼睛怎么湿蓝色的 嗯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